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拿到乐谱呢先看三个符号 谱号 调号 以及π号 乐谱的谱号呢是由高音谱表和低音谱表 右手左手来完成 谱号呢是没有声号没有降号 没有固定的声高跟降低 但是注意乐曲中可能有临时的声高降低的声音 那么没有调号没有声间号是C大调或者是它的关系小调A小调 π号呢是一个四四拍以四分音符为一拍 每小节有四拍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首曲子第一页的第一第二小节 这是一个前作部分都由左手来完成 注意左手呢 谈这个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啊 整首曲子的左手都是低音有一个主旋律 八度的主旋律 然后底下是一个左手低音的旋律 然后中间呢是一个和弦的伴奏 并且这个在左手上面的 也就是整体左右手中间看这个伴奏呢 它是一个在弱拍进行 就是第一拍第二第三第四拍的后半拍在进入 那么完整听 第一拍 所以我们左手整体弹奏的时候 这首乐曲都是底下的低音稍稍突出 但是不能太重 因为低音本身就比高音的声音要绝大 不要把右手的主旋律声音给盖住 左右手交替完成这些旋律 左右稍稍的轻一点 然后呢在控制上面的这个伴奏的弱拍结构的时候呢 一定注意再弱再轻一点点 那么第一小节第二小节呢 因为右手在修指 我们可以双手共同来完成 左右控右控右左左 左右控右控右左左 这样相对的比较简单一点 但是到第三小节左手还得回去 所以我们呢我们可以用两种方法 第一种先用左右手协助一只手的低音谱表 完成这样的左手的低音伴奏部分 听出来左右手 也就是两个声部声音有区别 之后变成一只手的左手来演奏两个声部 但是这个左手的跳跃会比较大 我们多去练习 先慢练 在弹八度的时候 一五指保持一个距离 整体向上 在弹中间的这个伴奏声部的时候 我们来看因为上方是两个三度 那底下四度 所以我们指法就用五指二指一指 整个第一页都是这样的伴奏的联系 要注意第二排第三排是在弱排进入 好我们看第三小节 主旋律右手进入的时候 是从第二排进入的 右手比较工整 都是正排进 但是呢要对齐左手第一排 左手弹奏右手修行 右手进入 右左 左的 空左 在这里第三小节 在这里第三小节左右手上下对齐就可以 因为呢这个五弦谱鞋的比较工整 上下是对齐的 左手两个 右手对齐 右手保持的手弹 左手第四排 左手 空 左 空 左 都是在打反拍 第五小节一样 第五小节一样 注意第五小节有一个临时的声号是在 这个第二排右手的声拐 我们可以用反的执法 一二二五三四一 一二三四一 空到 右手也空 突出第六小节第七小节左手连起来的 扫法扫在若空 若 右 第七小节 我们可以这样看啊 三五七小节的节奏基本都是相似的 到第八小节连起来的时候呢 第一排加上左手一起 一对二 第二排右 左 第三排 第四排右手弹了个一拍半的 负点四分一幅 右 左 保持 一起 我们可以听一下第八小节完整的 Ry 达 米 达 达 达 保持 啦 之后连接到第九小节 Ry 达 米 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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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达 空 达 第九小节注意第一排 这个Ry要升高 但是第四排呢写了一个还原记号 前面要升高 后面要弹百戒 右 左 第三第三第四排左右手互相对齐 达到的Ry 然后呢到第十一小节的时候难度比较大 因为左手的跨度很大而且声音有变化 我们来看第一排跟前面一样 米 第二排变成了 米 声道 声发 这里有两个声号 上加一线是中央刀 上加三尖是一个发 都升高 并且右手是 骚 声发 左右手都是八分音符 互相对齐 骚 发 骚 骚 发 所以在十一小节我们练习的时候呢 多去练练左手 左 大 左 身高 米 骚 米 达 这里的指法呢我们可以用八度一五 上去一二五 五指向下 一二 五指向下 一二五 弹熟了 五一二五 一二五 一二五 一二 那么连起来是一小节 那一定要注意左手稍稍的轻一点 尤其是上面的这个和弦 因为他们是在打反拍 在正拍之后 二打 三打 四打 一定都是弱拍 不能弹得太重 进入第十二小节 也是连接的一个旋律 右手在第二拍进入 左手第一拍 左 右 右 右 左右 上下对齐就可以了 实在对不起 那我们就找四个单位的节拍 第一拍 左手弹奏 第二拍先右 后一起 第三拍先右 后左 第四拍先右 在一起 把他们分解的上下对齐 从十三小节 从十三小节呢 这里开始 右手的主旋律 从单音变成了八度 那么在弹八度的时候说过 一五指之间距离不要变 因为这里跨度很大 左手的弹奏 左手的弹奏方法跟之前一样 底下的低音稍稍突出一点 左左 空左 空左右 我们注意再看 第十五小节的时候 这里拍号突然变了 变成四二拍了 都是以四分音音符为一拍 其他的都是每小节四拍 这里变成了两拍 这没关系 数过两拍 一 二 便进入十六小节 空 左 第三拍 右手休息 左手 先空拍再弹 之后呢 出现了八度的低音主旋律 三 四 空 左 十七小节 第三拍 第四拍 先右 注意这里 右手虽然弹了八度的主旋律 但是主旋律要突出上面的小指 也就是 la mi la si 不能把大拇指一直突出 la mi la si 这是不对的 也是la mi la si 所以呢 同时弹八度的时候 要突出小指 要弱一点点 弱化 一指 那么十七小节 第一拍 左 空 左 右 右 链接 连接第十八小节 有一个临时的升拽 十八十九小节 虽然音变了 但是 它们的节奏是完全一致的 第一拍 先右 再左 第二拍先右 再左 第三拍先右 再左 第四拍 保持 然后双手一起 右 左 保持 一起 二十小节 左 空 打 空 打 低音 空 打 空 打 空 打 打 谈到第二十二小节的时候 主旋律逐渐变成了低音 因为右手的伴奏 我发现都是在每一拍的之后 我们来看二十二小节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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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度 左右 左右 一左 一右 一左 空 右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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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呢 二十六二级二十八结束的时候 我们可以双手 右手帮助左手来弹奏这样的伴奏 左右 一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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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律呢 都是底下的声部 也就是最底下的咪 在弱拍 每一拍之后的八分音符呢 都是伴奏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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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二十七小节的第三拍 右手这个和弦是C 声软 声发 写了两个声号 Ride跟F都是声高的 最后结束 我们在弹这首曲子 我们就要找到 双手一共弹出了三个声部的感觉 右手呢 比较简单都是单声部的主旋律 到第二页呢 变成了八度 主要的难点就是在左手 跨度跳跃比较多 从底下的第一再到上面的伴奏 所有的伴奏还都在弱拍 我们要去把这个节拍去输准 然后呢 左右手合在一起的时候 比如说像第二十二小节 那么就是左手是一个整体 突出主旋律 右手是一个整体 是伴奏 你不能弹成左右手 都是平衡的 都是一样快的 这样就会很吵 要突出左手 弱化右手 所以乐局呢 对这个声部的掌握 还有左手的八度的演奏 要求会比较高 希望在练习的时候呢 多去慢练 然后呢 去找准这个五线谱中的 声部的划分 上下 还有正拍弱拍的区别 好的 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我们下节课再见